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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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对人类健康的突出贡献 2015年 涂悠悠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作为我国中医药的代表人物 涂悠悠带领团队在我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将中医药推向了世界 那么是怎样的动力让她几十年如一日 不断探索禽豪素背后的奥秘呢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 中医药学界重要的贡献者 涂悠悠 我国著名药学家 曾有人评价说 如果要用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 那么毫无疑问 涂悠悠当之无愧 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六十多年来 她一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而是为人类健康不停摸索 2017年1月 涂悠悠获得2016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走进这位神秘老人的家里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 这位科学明星 仍然习惯把自己隐藏在 普通的人群中 土悠悠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 早早就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的名字悠悠是露鸣的意思 点出诗经 悠悠露鸣 食眼之蒿 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 几千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 清蒿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 公元340年 东晋的葛洪撰写了中医方记 《肘后背脊方》一书 描述了清蒿的退热功能 李诗珍的本草纲目 说它能致瘧疾寒热 就是这样一株小草 外表朴实无华 却内有无穷的魔力 我们做清浩树 这是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药 对科药药是有效的 他们说这个不仅是 找到了一个新的科药药 更重要的是一个全新机构 他会进一步寻找新药 开辟的路 也许连图悠悠自己也没想到 他执着研究的那一株小小的清蒿 除了治病救人 也为人类健康和中医药学科发展 带来了无限可能 而这一切都与一个 困扰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 瘧疾有着重要关系 瘧疾是一种古老的疾病 是由瘧原虫造成的全球性的 急性寄生虫传染病 它们主要通过暗闻传播 人患瘧疾后 首先是急剧高烧 全身出汗 时冷时热 古中国人又称瘧疾为打摆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 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蚊虫叮咬 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瘧疾所致 2017年全球共发生2.19亿瘧疾病例 其中约有43.5万人因此死亡 瘧疾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容易重复感染 甚至会使人走向死亡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据不完全统计 涂悠悠和她的团队研制的青蒿素 在全世界共治疗了两亿多人 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其实 她与青蒿素的故事 还要从一次特别的任务说起 1969年 涂悠悠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就是以科研组长的身份 与全国60家科研单位 500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研发抗虐新药 由于任务的保密性 被命名为代号523 当时涂悠悠还是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 她深感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 于是暗下决心 不负国家重托 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工作紧张而忙碌 无暇顾及家庭的她 甚至把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 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 上世纪60年代 在每月交战之际 由于两军作战的丛林深处 蚊子众多 因此感染了疟疾 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 最终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 但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抗虐药 而越南则向中国发出了援助申请 因为越级的已经没有什么好要治了 越南战争的时候又确实到还没打仗呢 就死了好多人就住了 所以曾经就称作它是个头号医学问题 1969年1月 图优优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 参与523小组的科研任务 她利用早期的艰难公关时间 仅靠一己之力 完成了一项对整个523小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资料室里 至今保存着图优优在523小组的工作资料 这都是图老师的字体 从本草研究入手 图优优开始广泛收集整理历代一级 查阅群众现方请教专家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她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 在此基础上 精选编辑了包括640个方药的 瘧疾丹蜜艳芳级交于523半公式 这其中就包含后来提取氢蒿素的氢蒿 但在最初的实验中 清蒿对瘧疾的抑制率并不高 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不只有再反来不去就骨骑书啊 再翻啊什么 这个以后 后来我发现这个 走后背脊坊里头就提到了 把清蒿一般拿来 所以缴了支以后就喝了人之女 走后背脊坊中关于清蒿的描述 给了图优优新的启迪 尤其是那句 清蒿一握 以水二生字 搅取之 浸伏之 图优优认为 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里 古人对清蒿的用法是 用水二生字 搅取之 用水浸泡 搅之后服用 不是中药通常的尖柱 而他们之前所进行的清蒿提取 都是水煎或乙醇提取 会不会是高温破坏了清蒿的药效呢 在考虑提取温度的基础上 药材原料的选取也十分重要 你如果原料取得不是很好的话 那你就是得到的东西就很少 原料的话 到底用哪一个药用部分 那么我们就把它分成一步一部分 把叶子跟叶子分出来做 最后来确定是药叶子的这部分 效果比较好一些 那么我们就确定 药用部分就采用叶子了 找到了方法和原料 1971年10月4日 图悠悠带领课题组 在实验室中紧张地忙碌着 在经历了数百次失败后 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 第191号青蒿以泥 中性提取物样品 等待着抗瘧剂实验的最后结果 因为那时候已经塞的东西 已经上百了 191号这一样品 我们曾经就把它作为一个代号 就做这个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百分之一百的一致力 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 后来的话还做了猴子了 猴子也是百分之一百 这不是大家心心更强一点了吗 对吗 图悠悠用费点较低的乙迷 在40摄氏度以下 制取青蒿提取物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在这之后 她毫无保留地报告给了523小组 然而正当人们对她的临床效果 充满期待的时候 后续的个别动物实验 却出现了意外状况 虽然图悠悠成功地提取出了青蒿素 但在接下来的动物实验中 却出现了疑似毒副作用 这究竟是操作的失误 还是药物本身出现了问题呢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由于瘧疾的发病周期 集中在夏秋季节 如果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 抗虐药物的研究日程 将被推迟一年 为此图悠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带领组员亲自试药 为了加快抗虐药物的研究进程 1972年 在人们的注视下 图悠悠等三名科研人员 一起住进了北京东芝门医院 亲自为首批轻薅提取物使药 他们服用的药物 是否会有毒副作用 这成为整个523小组 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 抗虐药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 就聚集无论病人就少了 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 当时心理 而且领导人在523小组 去看一看今天疗效怎么样了 我也有这种很迫切的心理 运动跟人总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样情况的话 图老师 但是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 来做这样的实验 幸运的是 在医院进行一周的试药观察后 未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 然而 在1973年 海南的第一次青薅素骗剂 临床观察中 却遇到了一些难题 一共做了8例 第一个阶段做的5例 都是恶性虐 但是只有一例有效 那么两例有一些效果 但是颠原虫并没有完全杀灭 另外两例无效 临床试验效果不理想 这让图幽幽再次陷入了迷茫 她反复思考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从各个角度来看 都是合格的 青薅素基金是没错的 都是百分之百的海南 当时下决心 因为必须在今年同一地点 要再试一下 我们就是拿着 把资金 青薅素基金 装在家哪里的 这部分都没动了 图幽幽考虑到 青薅素制成片剂 是不是因为崩解度不好 影响吸收 于是 她决定 将青薅素药物单体原粉 直接装入胶囊 再一次进行临床试验 药物被送到临床医线 患者用药后 在平均31个小时内 体温恢复正常 最终 也证实了青薅素胶囊疗效 与实验室疗效完全一致 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新药 这个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特别是瘧疾病毒这么大 对于这个世界人民是有关系的 是吧 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 十年磨一剑 在图幽幽的带领下 全国几十家科研机构 数百名科研人员 齐心协力共关 出色地完成了523项目 研制出了抗虐新药 青薅素 为全球上亿人的健康 带来了希望 2015年 图幽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获医学奖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 获得的最高奖项 女士们先生们 回想起获奖时候的心情 图幽幽认为 这不是对她个人的奖励 而是对523团队的认可 青薅素是中国传统医药 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图幽幽和青薅素 为中医药国际发展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她的建议下 1997年 成立中医研究院 青薅与青薅素研究中心 继续进行青薅素系列化研究工作 后来她这一辈子 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青薅素 跟她的衍生物 跟她的相关的研究 这个事情不过做得相当好 相当漂亮 得到了国际跟国家的公认 这样的话 她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如今图幽幽除了科研之外 她不愿意走到聚光灯下 接受更多媒体的采访 在她看来 青薅素抗虐纪 还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等待她来探索 好容易达到了青薅素 你一个物件机用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 它不只是抗虐 还有其他的机用 你这个一个新药 你就是要为人类健康 做最大的贡献 对吧 所以我也很愿意 使物件机用 图幽幽与小小的青薅之间 大概从她落地 就开始了这一生的不解之缘 她执着于青薅素的 创新研究工作 为中国传统医学走向世界 开辟了一种新模式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像图幽幽这样的 一大批脚踏实地 默默奉献的中医药工作者 正在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继承发展和利用中医药 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征程中 谱写着新的篇章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